名人豪宅上来都是外界好奇焦点 不过不少大陆明星都有绝美豪宅 功夫皇帝李连杰 砸了两亿人民币 在上海盖了欧式皇宫 皇上名的豪宅拥有上亿的景致 窗外就是黄埔江跟东方明珠相望 功夫皇帝李连杰不只身手不凡 身价更是人中龙凤 这栋位于上海浦东千坪超级豪宅 当年砸了人民币两亿来盖 米白色欧式外观宛如一座宫殿 力头包含了健身房 羽球场 麻将房 甚至还装了百万电梯 不过皇宫盖好后皇帝却嫌周围太吵 十几年来都没住 反倒成了保全的顶级宿舍 大陆男星黄晓明也不遑多让 与贝比结婚 好只1.1亿人民币购入200坪豪宅 大楼才酒店式管理 号称拥有上亿景致 窗外旧式黄埔江与东方明珠相望 之前就曾晒过前妻baby与儿子小海绵的阳台夜景照 至于赵丽颖婚后为了孩子 以上亿价格在北京四环 购入两层半的独栋别墅 环境清幽隐蔽性高 除了专属花园还有人工湖 如同私人小城堡 不过最狂的应该是她 周星驰捧红的新女郎黄胜衣 加入河北豪门参加真人秀 曝光附加超浮夸豪宅 不仅儿子有专属室内游乐场 家门外还有滑雪场 让网友直呼根本是造了一个社区 记者组合报道